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阿彌陀佛 大家请坐 我们尊敬的上大下航法师 以及我们在座的各位法师 大家好 阿彌陀佛 我是陶俑国家联社的明来 今天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能邀请到我们大航法师 来为我们深重做这一次的佛学讲座 比较抱歉 天气比较寒冷 让各位稍微有点接待不拙的地方 也尽请包涵 我们大航法师非常的慈悲 一大早就从石头山金刚寺赶过来 摆忙当中呢 我又再再又再邀请和尚 非得播出时间 来为我们做佛学讲座的指导 那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大舟升学讲座 我们是以这个身重的 我们大乘菩萨法 这样的一个法义呢 请和尚来慈悲为我们来指导 那明天呢 我们也有这个对于在家居士 来用的法师 这样的一个法义 那法师呢 过去呢 在佛学教育上 有非常深厚的这个造诣 那也是我的大师傅 这个可以说是呢 受到法师的这个指导 影响蛮大的啦 那一直想耗耀这个法义 所以在这次呢 我们去年也有举办过 那今年呢 去年是在夏天 那今年在冬天 虽然外面天气比较寒冷 但是我们听法的心 应该是很温暖的 我们是不是也再次 以热烈的掌声 来 恭请和尚 直接开始 好 我们请和尚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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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阿弥陀 再过来就有意思 昨天我们前部两周的课纲 高一段落 本来有其他事 就把它挤出来 那讲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重点是 因为今天要讲的是大圣菩萨道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挤出来 最近我刚到七月多到马来西亚 谈了连续大概八个小时的 论大圣非佛说的谬误 那这个问题其实当初我也没空 但一想到现在的一种 佛教的一些乱象 作为一个菩萨界弟子 我们应该有这种质认 去把很多观念弄清楚 所以这不表示说 我们为难来到这里 因为实际的事情比较多 但关于佛教重要的事情 尤其修行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们必须有这份责任 把它理清楚 或者让众生失去大利益 这是一个非常 很慎重的一个观念 现在人很容易狂妄 尤其是如果讲一个实在的 现在很多的教育 本身佛学院的教育 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当然我这样讲 当然我想我也不用机会 大家也都慢慢认识我 听我讲的人 大概也知道我的想法 但诸位法师你们听听 有不同意见也没关系 我想基于我们做一个大圣菩萨弟子 应该有的立场跟态度 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退缩 尤其这是涉及到整个佛法 长眼流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大圣解脱 如果大圣菩提解脱道 其实整个我们当然放在这大圣 包括我们明天要谈的是如何增上菩提心 但这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是 你必须要肯定大圣 你不肯定大圣 后面讲的不是就是戏论吗 但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教学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后面的问题就不好解决 但我们现在整个环境的一种观念 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模糊 那个模糊 当然有的人有深入 有的人没深入 没深入当然就比较不影响了 那或是说很深入的 很了解的当然也没问题 那现在就是普遍上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常常上课常问的一个问题 包括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寺庙里面 可能有文书普玄 我做到地藏法会 什么法会 阿弥陀经法会 我们想应该都有 但请问这个经典是不是佛说的 是嘛 对不对 当然是 可是很多人不认为 而且现在是主要 就是佛学院教育的主流 佛学院教育的主流 认为原始佛教是阿罕经 如果有读过的 没读过的中读就不会了 又读了才会中读 又读了才会中读 那请问原始佛教是不是只有阿罕经 不是 你现在大概有听我讲过课吧 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可是在佛学院里面 原始佛教 布派佛教 然后初期大圣 一路上来 包括维世 中观 都是后面的 就根本佛教就是阿罕经 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 很多的经典 大圣经是后面 生出来的 那这个后面如果根本经典是阿罕经 那当然大圣经典都不是佛说的 但我们现在普遍的佛学院教育 就是用这种立场的 海内外各地方都是用这样的立场 那这个立场潜在的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佛定了大圣经的价值 即便我们承认大圣是佛法 那种都是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 为什么 大圣不共法的价值是建立在大圣经 那如果大圣经不承认它是佛亲口说 那阿弥陀佛就不在了 普贤菩萨也不在了 地藏菩萨也不在了 观世音菩萨也不在了 你们家试验的百分之九十都可以把它移出去啦 就出现这种问题呢 这就是我目前现在的思想的很大的问题 本来以前不会 本来那只是少部分学术的人在讨论 但这个长期的这个佛学院的教育 弄出这样的一个思维 所以以致大圣法就慢慢衰败 对不对 很有心修学的就往南传走 那不听的人 反正我听不懂的 我继续留在大圣 但所谓大圣什么叫真大圣 就是依着我们的传统的方式 我们大概就是 所有的修行就是畅诵 那畅诵当然是很有价值的 我不反对 但大圣法难道就有这些吗 所以变成 很多的大圣的精神 他的修行的核心的要领 都慢慢被模糊掉了 因为我们基本上不承认大圣经 乃至认为由大圣经演出来大圣论 那都是变成是后期的东西 是不是 那可是他的精神就在里头 那这个精神没拿出来 那整个菩萨道就不见了 所以我说很多人肯定大圣法是佛法 但大圣经不是佛经 就很矛盾的想法 竟然能慌在意外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也能接受 但问题是 当你承认大圣法是佛法 这些大圣经不是佛经的话 那出现有什么问题 就留下来枝干 树叶 然后断根 对不对 因为所有大圣不共法的真实价值 一定是依大圣经论建立的 你不能从阿罕去找回他的根源的 阿罕他也是佛法 也是重要 很非常重要的法 那我们往下会谈到这个东西 但我们现在必须要肯定 大圣经是佛说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 如果对这样的一个观念 想要厘清的话 因为我们有的人不知不觉 已经受这个影响了 甚至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我们也都跟人家这样讲了 就是本身我们又要推广大圣佛法 但我们讲的这种观念 又是在火定大圣经典的 这种过失很大的 就像我们讲的棒大圣经 那当然没有读的人倒还好 有读的人这样讲法 其实衍生出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我们无意中 我们因为现在还看不到果报 但我们无意中 当把大圣经断了 大圣法的法源也断了 佛种就断了 是不是 那如果大圣经典把它断了 那我们今天在谈大圣的 那种意乐心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很难找到 我们为什么要修饰大圣法的一个理由 所以这一点就是 我们必须一开头就跟大家提了 那也是我们寄望说 因为我们这种深切讲习 当然是希望我们的出家中的这些法师 未来在弘法立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时不察 或是我们过去也没有涉猎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也当作理所当然 因为过去人家这么教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把它办出来 那无意中也做成了一个 帮大圣的问题 就是照了这个过失的也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在很多课里面 我都会重复再讲 因为这是大圣佛法的命脉跟源 所以这也是再怎么忙 也必须要拨出时间 尤其是深教育的部分 更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这个是整个深教育这方面 一旦出了空洞 那以后由深教育出去的很多问题 就开始衍生出来了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要守住在这一点 这个就是我一直很在意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在谈就是说 在经典里面谈到 什么叫大圣法 因为很多人的一种误解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 虽然主张大圣法是很重要的 但请问大圣法在我们身上 透露出什么样的特色没有 特色除了没有 所以说我在谈这个大圣辉佛的时候 的谬误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省思 整个大圣法 我们今天如果平心而论 我们现在都会来听的 大概就是有这一份新的恩 但我们必须要问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非常多 那我们本身在我们身上 我们真正了解什么叫大圣菩萨道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世界交流了 各国的那个佛教的特色 我们也比较有机会看到 那么多以我们汉传 不要讲 因为大圣法不一定是只有汉传 那以我们汉传的大圣道 我们看我们展现到什么东西 出来没有 当我们想要去实践它 甚至想要去捍卫它的时候 可是我们问题 我们自己也不清楚 是不是 我们到底有 就在我们现在的实践当中 我们能不能展现那个 菩萨道特殊的一个意义 它的特质有没有展现出来 我们很多的那种精神都表现在金灿 我的金灿不是一般人敢金灿的金灿 就是我们那个 金灿我们就是用送的这样 我们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 一直送一直送 我们的法门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再过来的 我们菩萨道就是慈善工作 那这个慈善工作 跟世间的慈善又怎么分 我们的菩萨道的整个关系 落到这个现实当中 我们的精神透露哪几点出来 如果没有 那你 别人诽谤 你也捍卫不了啊 因为你也没有东西 对不对 就像我常讲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当然 很多都是灵活法门的人 但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清楚 灵活法门跟菩萨道的关系 我们现在的很多念活法门 走的根本 就是这样的走法 能不能很清楚 有时候是有 就是比较笼统 无法很真实地落实下来 这个菩萨道的一个 应该有的一个作为 它的特殊性 看不到 所以我常讲说 你凭什么念活可以往生 我们大概就是三宝接引 对不对 阿弥陀佛接引 那这个接引跟那个上帝 信我则得永生 他们有点像的 只因为你信他是佛教 所以我们认为究竟 的确没错 但问题 就像我们昨天在谈那个 十字皮佛沙论里面有谈的 很多的观念啊 其实娑婆并不是娑婆绑住你 是你心有娑婆念 我们在讲这个课的时候 当然 十字皮佛沙论没有谈到这个 但我衍生了 因为它的原理在里头 那我们如果整个修行当中 因为就像我们待会讲 那个解脱道 我们如果没这个精神 这个精神透不到念火里面 你就认为说 只要我信 我就能往生 但很多世间 我们信都信不成 我们虽信虽信 但也没成果出来 对不对 你只是用你的想法 但你没有看到那种修行的原理 你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把菩萨道的主精神 给放进去 所以你看那个经典里面 讲要求生尽土 要三倍往生 都是怎么样 都是发菩提心 但现在多少人在谈 念火不用发菩提心的 不用听经文法的 什么叫听经文法 这一文是模模糊糊 就是很愚痴的看法 谁叫你一直文字在哪一转 我要的是你的智慧 我要的是你的智慧 如何厌离娑婆 你要看清楚 你内心里面的娑婆 你看不到你的娑婆念 你想往生 那就痴心放梦想 为什么 不是你不能往生 也不是阿弥陀佛不接引力 是你内心里面念念都娑婆 他说没有啊 有啊 你不会看到 你没有那种智慧 看到你对世间的爱走 尤其是你对着这个自体生命的爱走 我们常常希望说 我带着这一块身体往生极乐 我爱我的身体 希望为它找到一个安乐窝 这极乐世界变成的安乐窝 结果在 这世间不可爱 不可爱 我可爱 我要把这一块带上去 他不知道真正不能往生的 就是你对你生命的爱走 那这里面重要的菩提心 为什么在念火里面产生重要的观念 那为什么大悲心在念火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 空洞了 所以为什么修修修 可以啊 十善业道可以当人天 十善业道可以解脱 十善业道可以成就菩萨道成火 二地菩萨圆满十善业道 这里面讲到十善业道 可以往这里 可以往那里 可以往那里 这里面看到很多菩萨道的精神 但我们很少人去听闻 所以这个菩萨道所衍生的价值 很少人能碰得到 为什么我在这里讲到 因为这是大功德处 经典处处在在都一直在讲 你所修的 像龙树菩萨 很多地方讲 乃是我们明天也会提到 你所修的功德 龙树菩萨讲说 你就算用恒河煞如何修修 你都很难成为菩提之良的 菩提之良那来必须与觉相应 所以我们如何在成就这么 所以在过去的大德就讲说 极乐世界何等广大无边的功德 只能用你这种微小的心就能相应 也唯有发菩提心 那问题在哪里 菩提心的广大功德 但现在被打掉了 你看哦 你看我们这个金刚经里面有谈 如果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因云合住云合相互其心 如果能这样做的人 就是一记一记的圣洁 就能产生 你用什么算术 不疲异所产生的功德都不能比的 那为什么 这不是吹嘘的 它有道理的 它有道理 但这个道理我们怎么去把它形成出来 所以我们讲说 为什么就说 这明明是众生的大利益处 结果变成我们现在自己不但不能掌握 不能拥有它 甚至拥有的还败坏它 不但自己败坏还败坏别人 不知道还能谈什么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里面 修行这条现实路 哪是我们这样隆隆同统 就照着我们这样做 所以最近我常提到 我们修行也太平 我们现在的修行 其实未免也太狂妄了 狂妄到什么 我们真的没有把生死苦看的现实 所以这一条路里面 你看连起码生死苦没看清楚 然后更不要讲说菩萨道里面的真价值 所以这种修行里面就越来越空洞 越无力 有时候我们在修行里面难免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在修 是吗 昨天我们讲说 我们世间人是傲视群雄 那我们现在心智何等软弱 以世间是种种雀懦退缩 竟然还说要出三界 我们以世间种种苦多 雀懦未缩 竟然还敢狂言讲出三界 为什么我讲到这句话 因为劣智者 劣智者愿理说佛逃到生文 劣就是自弱 自弱才到生文 那我们就看到这文字讲 生文人自弱 你更弱了 你连异界都怕得要死了 人家他再怎么自弱都还出三界 换句话就是说 三界一切法 我一概不顾 你说他自弱 天人福报不要 胡色界福报不要 三界一切荣华富贵 皆不可爱 无疑处安稳处 你说他自弱 可是在菩萨道他自弱 那他自弱 那我们不是美了吗 是不是 所以我要讲说 不要把修行轻易看 假如我们真的发菩提心 想出三界 而且要度化众生 务必实实在在地看清楚 佛法佛道的真实内涵 这时候我们做不到 我们也知道应该往哪里走 那避免欺狂 到最后意为修了 没有 可能只是一个 砸闪的人天福报而已 但你说那么很难 不是 那是在一个剑上的问题 所以龙树菩萨才会讲说 就在一几牛奶禽 这一点点时间 所作善 回向大圣 回向众生 回向菩提的话 都具有不可无量的功德 那就是在这一份剑 这个剑意 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即便花很多的时间 你听也不大懂也没关系 到最后我愿意发菩提心 够本了 够了 那份心只要确定下来 后面这一条路 就另外一个 完全是另外一条路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 我们不管再怎么样 我们不愿意 不愿辛劳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弄出来 因为大家过去都是有缘人 受过菩萨界的人 就在这么一个很多观念 当然也许在座根本不会有受影响 但我想借这个音言 也不是为现前的大众在讲 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听到 所以我会重复在 重复地一直在谈这些观念 讲一个狂妄一点 我们自己也不行了 但就是不忍圣交衰 不忍众生持弃这个大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 我们在这里谈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 就是说 对于大圣法 大圣法是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人 解脱道跟菩萨道的差别在哪里 很多人解脱道 有的人认为 现在也有人在认为说 我们现在不是讲三圣共法吗 对不对 所以共共共变成就是 僧文法是交集处 它是交集处 但它不是价值核心处 价值核心是在菩萨道 所以现在也有人想说 我们先修解脱道 然后再修菩萨道 错了 先修菩萨道 不行才修解脱道 那菩萨道有没有解脱道 因为菩萨道 寒瓜解脱道 可是就像说 我像比如说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从新竹过来 那我们这条车里面 我们一定会经过 这个关系 那你坐车道关系 跟我坐车经过关系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整个解脱道 就在菩萨道 整个道叫菩萨道 菩萨道 那一个以菩提 以身文心修解脱道的 以身文心修解脱道的 那才是正解脱道 这个在广论略论里面 菩萨道师的略论里面 有谈到类似这种观念 正宗式跟共宗式道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个当然慢慢的 我们大家把它可以理清 所以现在很多的观念 他把解脱道跟菩萨道拉开 这里面其实有相通 跟不相通的地方 整个菩萨道里面 其实寒瓜的解脱道 但解脱道不一定寒瓜菩萨道 尤其是你发生文心 修解脱道的人 是往生文过去的 我发菩提心 共解脱道 就是说我发菩提心 我是往桃源这边走 虽然我经过关西 我跟你同样会经过关西 可是怎么样 我不在那里想 整个往关西这条路 都是在我往桃源的 整条路里面的一段 和你一开始目标放在关西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这条路 会经过关西的路 叫做菩萨道 那这一条菩萨道里面 有共解脱道 但不是正解脱道 因为我不发生文心 我不发这个生文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当然这一开始 我们现在要确定 在佛法里面 其实整个菩萨道的价值 整个佛道的核心价值 是在菩萨道 所以荣素菩萨才会说 要是有众生 为他说 什么 菩萨道 大圣菩萨道 不行的才跟他讲 辟之火 圣文道 再不行讲人天道 再不行给他现实利益 所以他的核心价值 是在菩萨道 不行的时候 才一解脱道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讲 大圣菩提解脱道 其实就是菩提道里面的 共解脱道的那一部分 那为什么要谈 因为没有那一条 菩萨道很容易败坏 因为它有一个核心 佛法不管你走到哪里 它有一个核心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 会点出来的 一切价值是意在这里 即便菩萨道 圣文法 都是意这里的 那这个东西离开了 就不叫佛法 那依着它的话 是不是就是 就完全 佛法是同一条路 是同一条路 但个人走法会不一样 就是三圣同一一条路 但却能显现三圣诈别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这时候我们 从经典里面 我们会很庆幸的 就是说 这里面的诸多的功德 就在我们作为菩萨道的发心里面 才能具足广大的这个 才有成佛的可能 才具有这个广大的功德 那我们现在有了 有了以后 我们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踏实一点 更真实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 那刚才我也讲了说 前面人的火定 但我们不知道 其实整个佛法价值 是其实在依这个大圣法 这个菩提心为根源 我在讲说 在讨论那个 这个大圣灰佛说之谬物的时候 有一些人 他们也亲近过南传的一些法师 其实很有意思 他们也承认菩萨道 但他们说不修菩萨道 因为太苦了 太难了 不行 所以曾经有一个法师 就跟他讲说 我们要修 我修菩萨道 他说不行 那要受很多苦苦苦苦苦 苦到最后一生才成佛的 其实他的观念 跟我们讲的菩萨法是不大一样 他认为要受生死苦到哪里 其实我们这个受生死苦是什么 初学菩萨当然受生死苦 后来登地以上的这些菩萨 其实不受生死苦 只是为了圆满菩提 他常来生死 但他不一定受这个生死苦 他们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他们就讲说 不要不要 我那时候就讲说 他们也同时知道 佛是从菩萨道成的 你看阿含经 佛是的时候 成佛为菩萨时 如何如何 阿含经 成佛在世那时候叫菩萨 成佛的时候叫佛 他没有说他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没有 他谈的是什么 他在世时为菩萨 不然你们查阿含经 就是菩萨 可是就因为菩萨道才成佛 因为菩萨道才聚集的无量功德 是因为这样的因缘 所以如果你现在阻碍了 虽然菩萨道很困难 但阻碍的人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活根本不会诞生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非常荒谬的一个东西 我说还好世尊过去世的时候 没碰到他 因为他们一直在鼓励说 不要寻菩萨道 那个很难 赶快解脱入涅槃 他们就是跟我们今天在讲的 完全一样的态度 可是我说你没有回答 他说还好世尊没有碰到你 碰到你 他就跟你这样讲 就堕入生闻 堕入生闻就没有就佛 没有佛就没有三圣法 什么都没 但是断了佛中 断了一个法的根源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同时承认 同时反对 那我们现在主在这个音源 我们讲整个路 整个修行路 它不是 菩萨道不是一路辛苦的 因为你不了解 菩萨道的一个价值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讲 十数皮菩萨论里面 讲完初地 接着讲二地的时候 初地有多少功德 他还没成活 那不要讲初地 之前的实信实助 实行实回向 这些过程的时候 这里面 其实菩萨已经纷纷感受 修行解脱的那种 心安喜乐功德 他已经有了 到登地以上 以毅然如是 一条路里面 并不是你所想的那种 好像永远很心情 得不到什么回馈 菩萨不断的付出 其实也不是 而且他所感应的功德是 在经典里面讲说 他念念之间 声闻的 就像声闻如萤火光 菩萨如怎么样 如日月光 那是不能比拟的 但我们有这样的因缘 而且是现实念念之中 才能成就广大菩提之量的 这是你术式的因缘成就 结果因为你不了解 竟然扩定了 以至于我们失去的大利益 所以我从这种佛法里面谈 我说我理念你到第一 我不要你退失菩提经 那我这种讲话 今天里面都说的 今天都说到这个 为什么 你到第一 就像那个维摩杰经也讲 五无间人都还能成活 我正声闻者 断掉 虽然我圆满三界 出三界 但要离活过 已经因缘不再了 所以他们嚎啕大哭 看到那个维摩杰经 是所献出广大的功德 其实活的功德也是如此 但他们不容易体会 所以因此他们不会珍惜 那我们现在的人心狭隘 能看到的 包括对佛菩萨 对圣者的理解 往往用四千人的角度 包括现在来用什么 这个经典阶级 对不对 他们最强的理论就是 经典阶级 所以经典阶级没有大圣经 所以大圣经 不是活说的 我说经典阶级是顺众生的音言 大圣的音言 并不代表佛法全体 众生的业力 所以在大致论里面讲 阿难当初为什么没有送出菩萨账 因为现前为了让大众和合 有的人不是菩萨根性的 送出菩萨账 有的人他不能安住 所以为了得共同的结论 所以他只送出身份账出来 大致论就会讲 也就是说这一集众生的业力 形成了这样的经典的续传 那另外菩萨道 另外的阶级 但他们不愿意相信 也就是说 以众生的业力 去衡量佛法的一代教化 明明是众生的业报 却把它当作唯一真理 这是极为愚痴的 就像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 当然就是我们人道的问题而已 难道三界就只有我们人道 看到的东西代表一切吗 当然不是 所以依于未来世 所产生的业报的问题 他皆因这个因缘结起在那里 另外菩萨上另外的结起 所以我们经常用一种 人世间的角度在看这个东西 因此把这个东西都否定掉 那这个事很可惜 好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当如果我们了解菩萨道是 这个何等的价值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要圆满它 刚才已经早提过了 那我们现在的菩萨道里面 为什么都不容易 真正展现出那个风格 尤其 其实外相很像 外相这种菩萨道精神 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怎么样 就是有这种精神带着一个混杂 所以我们有时候修到最后 自己长期下来 我们感受不到 因为尤其菩萨道难在哪里 菩萨道变成就是要 又要麻肥又要麻布吃草的 难在哪里 我们现在如果远离世间 世间人在世间很苦 但我们如果修行远离世间 是不是比较好修 世间人认为说 哎呀 它好清高 它住在深山 不问世间人间世 哎呀 这里面好难得 很难得 没错 相对世间很难得 那相对菩萨道 它反而不难 为什么 又要进入这个世间 又要慈悲众生 但又不能碍然世间 又亦慈悲不舍众生 可是我们又是何等烦恼之人 又要面对烦恼 却又要不会烦恼所影响 这是菩萨道最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 处处都有讲菩萨道的艰难 都有难 这一份艰难 菩萨很难 但其实难也就是表现它的价值所在 我们现在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 假如我们很轻松地做 我们所面对 你看我们很多的修行 自己在没有境界的磨练当中 有时候我们会自以为已经没问题了 往往是在境界里面磨练当中 更看到自己的那份之中 所以在菩萨道它里面有一个重要观念 就是说第一个我不舍众生 这个悲心在 再过来 我为圆满菩提 那我为圆满菩提怎么圆满 我具有在一切法当中圆满 所以我们常讲的中论所谈的 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的 离开生死没办法圆满 所以菩萨道的修持不仅是慈悲 慈悲是它的本色 再过来 他为圆满菩提 他发觉他不能离开生死 因为生死就是中原法 离开中原法不能得一切法空 这是菩萨道的很特色的地方 所以他必须要忍住 不能断理这些 因为离开世俗地不会得第一地 那生文人他可以远离 他得到他对生死的那种恐怖挂碍 他厌离 他只要念之在之 就是不要再受苦了 所以他所得的我空法空 都集中在如何不再轮回受苦的 这个面上 那之后他觉得这样就够了 问题就是你生死 生死三界轮回已经停了以后 但你要圆满菩提广度众生的这样的量 你必须要怎么样 还必须要面对静不断的催炼 所以这时候菩萨道就产生这样的一个价值 所以当我们现在来讲说 又同时要面对众生 同时又要亲近 所以这样的一个挑战 相对来讲比生文道是强很多 所以在菩萨道里面 很多的菩萨会堕落 很多的菩萨甚至轮回 但这个东西不要忽略了 就算他受苦于这个三界轮回当中 他研出的这个菩提心 永远比那个不发菩提心的 有成果的可能 这一点必须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修行菩萨道里面的过程 我们当然必须要始终肯定它的价值 但也必须要知道 假如我们没有持所亲近菩萨道的时候 我们虽有心 难免还是也有苦 所以这个在十字皮菩萨论 就有批评里面谈到 只要你依着出地菩萨所当行 这条路好像一个平坦大道 远离的那些野兽 远离的灾难 远离的困顿 时常都有充实的粮食 让你平安到彼岸 到目的地 这条路里面 你必须要谨守哪些法 那我们其实就要知道说 深圳的菩萨道怎么样行持 才能圆满它的目标 同时它能走得安稳 所以既肯定它 同时也懂得防护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 这个解脱道的目的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很清楚 这个路里面有哪些 我们应该要防的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肯定 而且懂得把这样的道理 落实在我们的修行当中 这个一般声文所没有的 我们现在有 那我们应该好好去珍惜 而且这个东西 你看 我们就像我们现在来讲 如果我们是修念佛法门的人 假如我们能掌握这样的道理 我们是不是一念寝当中 临终一念寝 往生极乐 我们是不是跟声文道 同样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不落身时 我们不但不落身时 竟然还能延续菩提道 道成果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种路 所以昨天我们在讲那个 十度皮菩萨里面讲说 声文人厌礼 那我们也厌礼 我们也厌礼 菩萨道的厌礼 跟声文道的厌礼 有没有相同 有相同 但厌的不同 它还是有不同 但不是声文道不厌 菩萨道不厌礼 那因为他们的厌礼是什么 他们往生时苦而走 所以他们的厌礼心 他们修十善业道 然后以极强的厌礼 观世间不可爱 这样的功德和和 就往解脱道走 但我同时有十善业道 我也同时厌礼 但我不舍众生 我愿意成就活果 我愿广积极活果 所以你看 我有十善业道 我也有厌礼之心 但我同时要广积极活之功德 以这样的心走的是什么 就不知道 所以不是不厌礼 不是不厌礼 因为他的路有相同之处 但也有他别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心怎么去掌握 否则的话 心夜走 有的人像比如说 我们关无常苦空 那关无常苦空 关到最后那种 身闻心夜的夜中 算了 放下吧 算了 都是这种心情 要嘛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面对世间 结果怎么 又可以执着上去 所以说我们应该 即在这个世间 好好利益众生 你这是爱染心呢 还是真的是 觉悟的心 菩提的心 菩萨道的心 所以这两者之间 在菩萨道 他怎么同时能厌礼 同时又能不舍终身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是不是 那这个你看 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具处这样的心情 同时能厌礼 同时不舍菩提心 同时不舍大悲心 这个就 你看就在今生 以极短的时间 极短的努力 就能往生极乐 那极乐是什么样国土 大家如果细看的话 极乐等于收射了一切净土的意思 我常讲 你看极乐世界是怎么样 他这苏圣 苏圣在哪里 就好像说 我若正得出地 正得法圣一分 我便入一切法界信 是不是 我能入一切很多的活果 所以不为我空处 而能入一切缘起 是不是 同样的 当我有这样的因言 入一净土法门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变观 无量意的什么 活过净土 所以其实 净土是一个 菩萨道的一个核心枢纽 当然这是一个扇桥 每个人 不一定每个人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 为了圆满菩提 所以以我来讲 我是站在为了圆满菩提 所以我选择一个有佛地方去 所以我选择极乐世界 为的是什么 也蛮菩提到的 并不是一种 因为这里苦 所以我想到那边 然后想的尽是一种 轻松方便的 坐在那里 一身补助 咚 成火了 喝个咖啡 让他一直耗耗耗 等你轮到第几号 我等了好等久 等了很久 终于轮到我了 咚 成火了 哪有这种懒惰菩萨的 这种想的都很怪的东西 完全没有掌握到精神 其实一开始就是发菩提心 未能成就菩提 成就圆满菩萨道 我能苍惊 清净佛 一路佛净土 清净佛之后 我能广修一切法 能到十方佛图 其实那时候开始沿途收生 真正的修行 所以这是一种重心 而重心刚好更符合什么 往生净土的心 有这个心 成就的品位就不一样 但我们现在很少去强调这个心 明明这个心才是所依住 它才是真正所依住 所以我希望说 假如我们在座有了念佛的人 因为我也是念佛的 但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菩萨道的解脱道 弄清楚以后 把你的真佛给念出来 对不对 我们充满了那一份菩萨的热忱 我们不舍慈悲 我们也同时信受佛法 菩萨道的真价值 并不是那种隆隆彤的那种 觉得就是一味辛苦完全不得 那不是 我们是纷纷自立立他 同时也不离开菩萨道 充满这个一条路里面的 清净广大的菩萨道 纷纷受用 却能不舍众生 也能利益众生 也满不体 这条路 那我们有信心以后 第一个增长了 我们对菩萨道的信心 这种勇猛心 而且最重要的是 把菩萨道的那一份 清净解脱的内涵 也把它提升出来 这时候真菩萨才出来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大家因为对菩萨道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文 用简单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可能谈太多 但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 后续的文你就知道说 菩萨道很多人误解了 但我们自己在这里 应该重新回归到 它的核心精神 那我从这个杂安经里面谈 我最近常引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 一部经文 把什么 十二元旗放进去了 把四圣地放进去了 把什么 八正道也都放进去了 一部经典很多法 全部凑在一块 那是一个共同之道 好 那我们看 你看到这里面套漏了什么一个精神 即便你是不管什么道 因为这个里面 我在讲第二页的讲义里面 尤其十六年里面有讲 三圣就是一条路 那这一条路在这里会不会透出来 三圣就一条路了 那我们后头会再跟大家提 也就是说 不然我们稍微念一下好了 这个第三页开始 第三页 第三页的第一行 诸森文圣 就是祖节的 就是第四个 可是你翻第三页的第一行 诸森文圣 总性有情 亦有此道 此行机固 正得无上安淫内盘 诸独节圣 总性有情 诸如来圣 总性有情 亦有此道 此行机固 正得无上安淫内盘 一切森文 独节菩萨 皆共此 一庙清静道 我们现在就要讲 离开这个道 什么道也不是了 所以你看 一教进讲 更无余道 这个是很重要观念 假如离开这个观念 那我们这个时候 修行意义就不见掉了 它是这条路 虽它也有三圣差别 但这条路是 唯一的道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 我们都知道 这个苦极灭道是唯一道 你那个唯一唯一的出来吗 你能信解吗 你知道那为什么叫做唯一 你如果真的信解这个唯一 你念火就会往那里念了 你的修行任何法门 一定会配合它 你持戒也会依唯一道而死 你不会持那个很奇怪的 真的我不骗你 持戒有人持到变成很别扭 我说看你那种持戒谁敢吃 那个都苦恼像 你看有的人持戒就非常壮严 我们看到很多法师 有的人持戒身心柔软 让人家增长信心 对不对 那你看到的就是为信者生信 但有的人不是 所以我昨天讲 虽然我们现在学火 有的人学了很久 我常跟他们开玩笑 说你不要伴佛 他说我哪有伴佛 我说你那个样子觉得伴佛 学了一二十年还那么苦恼 那不伴佛嘛 对不对 你学任何法门都看不到功德 就看到苦恼像 那不叫伴佛 看到你我哪敢学啊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现在都鼓励人家出家 看到你我哪敢出家了 你们是不是切少人手 才叫我出家的 不然你怎么不快乐了 你怎么学我那种 亲安喜乐都没有 你自己苦不要把我拉进去 对不对 怎么 这条路走到最后怎么变成那么苦闷 奇怪了 所以我不是讲说 我出家第二年就想写一篇文章 叫《苦闷的出家人》 真的就很苦闷 奇怪怎么修到这样 背背扭扭的乖乖的 当然不是佛法 我们相信佛法不会这样 那一定是我们不会修 走错了 所以苦苦等 我们等阿弥陀佛的慈悲呼喚 我们等三宝怎么样 读问视线一下可怜可怜我 我这一身 这个常伴清灯 你至少偷偷一点消息吧 鼓励一下吧 他们怎么等的老半天都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我有问题还是怎么样 我也没完 虽然有点起烦恼 但也不是像 我起烦恼难道成华就那么重吗 对不对 我透个消息打个电话也可以 怎么都没有消息 这个再等 我就好修 一定会有消息 你慢慢等 不会有的 为什么 没有这个阴怎么会有那么果 学我学到笨的阴暗 真的呢 不知道佛法的整个元气 整个要灵 所以我们努力修努力修 东西都卡在那里 阴言不具处何来果报生 对不对 这是问题 那我们来看 这里面我简单略谈 就是说 如是我闻一时 佛祝社会国其处其孤独言 而始始终告出比丘 我亦宿命未成正觉时 佛还没成正觉的时候 我是怎么整的 就是这条路是 佛怎么走 我怎么走 是不是 佛怎么走 我怎么走 那佛当初是未成正觉的时候 独一进处 专精禅师做事念 合法有故劳时有 合法缘故劳时有 即正思为 生如实无间等 生有故劳时有 生缘故劳时有 如是 有取爱受处六路处明色 合法有故明色有 合法缘故明色有 其正思为 生如实无间等生 世有故明色有 世缘故明色有 我做事思为时 其事而凡 不能过逼 这个有意思 后面慢慢谈 这里面 光这里面 偷到好多好多的修行要理 我的超越生死 是怎么超越的 他就看说 我思考他很现实 这里面透露修行的 很具体现实 我为什么会有劳时 因为我有业 业就是 有就是那个业力的存在 业力有 那为什么有劳时 有他才有 那为什么有生 劳时是因为有生 生如死无间等 生有故劳时有 就是我看到的是 这样的东西产生 没有其他道理 没有其他原因 劳时是因为生 生因为业力 业力因为造作 因为爱 那为什么会爱 因为你妄想境界 你看不清楚 你颠倒 所以从此以后 以虚妄境界 生爱作 以妄想境界 直爱作之后 以后造作 依造作有业力 依业力有生劳时 所以一大苦狙击 他看到的是事实 他有没有用其他方法 没有 他用他的智慧灌造而已 好 这里面 透露很多的问题 因为这一条路 八正道 我们待会经典会讲 其实八正道 离开八正道 也没有佛 所以这条路 一定是大家走的 问题是走得 彻不彻底而已 就分出三生 但一定走这条路 是不是 好 所以我再来讲说 你为什么 你现在的 娑婆的劳死在哪里 你有娑婆的爱取有 怎么会没有 娑婆的生劳死 你在不断地念佛当中 你不能放下 对娑婆的爱取有 你就不要奢望 你没有娑婆的生劳死 所以念佛的功夫 应该下到哪里 从这里 大约大家心里有个数 好 如果叫是念佛法门 是佛法的话 一定会有这条路 一定具有三法印的内涵 一定有这个味道在里头 为什么歧视而反 歧视而反就是说 其实走到这里 不需再往下 不能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不能 不是活不能 而是什么 就一节了 等一下 为什么不能歧视而反 就是说并不是能力不清 是发觉原来都只是如此 走到这里 已经看到全部真相 不会再增减了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也就是说 此一此道理 已经看到生死轮回的全项 再过去也就不用了 就这样已经掌握到全部 不能歧视 就是到那歧视而反 不能过悲 所有的生死轮回 由此类推 都是同等相状 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路 不管身闻菩提道都这样 那我们菩提道里面的解脱的内涵 也都是依这个原理 如果没有这个菩提道 你看金刚经讲 如果菩萨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 不明菩萨 是不是道理 如果你在看到这里面 有一个众生的生死像 时间像 生老死像 有种种众生的差别像 非菩萨 这个道理就点出了金刚经的道理 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 因为你在原起里面 实际上找不到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 不能广观原起里面的虚假像 非菩萨 你看吗 解脱道跟菩萨道就合在一块 其实金刚经早就这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礼谢和尚 慈悲开示